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次叫平安 我是元朗平安科兰堂的传道人王志澳 弟兄 我感恩能够在此有机会用几次的时间 和大家在以西结书里去思想一下我们的信仰 但是在篇幅所限 我们在48章的圣经里 只能在中间找出一点点和大家思想和分享 我们今次也会用一个总栏的形式 我们稍为对以西结书有一些概括性的形式 开始我们要去看以西结书 我们说要去研究或者思想一卷先知书 首先我们除了要知道这卷先知书 里面很多的铺牌、结构 或者他当中先知有什么信息要去宣讲 或是他宣讲里面有什么特色要注意到之外 其实我们对于先知书的先知 我们都需要有一定的认识 包括对于这个先知 他的背景 他的蒙照 甚至乎当时先知所身处的年代 他是一个国势的情况 或者当时大家信仰的氛围是怎样 这些掌握都帮助到我们 对于先知所说的内容 有更加多的感受和体会 所以我们在进入以西结书已先 我们都会稍为从这个方向 去认识一下以西结这个先知 如果大家有看以西结书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整卷书的作者 就是以西结自己 他本身是出生于一个祭司的家庭 而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个日期告诉大家 是30年 一般的解经家都去接纳 其实这个30年代表着 当时以西结蒙照做先知的年纪 就是30岁 一路看下去的时候 第三节那里 亦都有一些补充的时间性 那里就是说 当时是犹太南国最后第二个王 约亚根被老到巴比伦的第五年 意思就是说 倒数回来 当时以西结被老的时候 大概只有25岁 另外一方面 我们去看的时候 如果大家对于以色列的历史 有一些认识的时候 或者印象的时候 以色列后来分成南国和德国 德国先被亚述所灭 而南国稍后也被巴比伦所灭 当中有三次的秘鲁 而以西结书所记载的事情 正正在第二次秘鲁 和第三次的秘鲁中间开始所写成 所以你一路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中有一些预言 其实到第三次秘鲁的时候 很快就已经认识了 我们一路看的时候 整卷的以西结书 其实有四十八章 一至二十四章 我们形容就是在第二次秘鲁后 在第三次秘鲁前的一些预言 一些内容 而去到这个二十五至三十二章 更远那个新的城 那个新的殿 新的敬拜等等 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 其中一件事也很值得我们去留意 在以西结书里面 开头的部分 特别在一至十一章的时候 其实大概有十二次提到 关于耶和华的荣耀 但是去到十二至到四十二章的时候 中间一次都再没有提过 仿佛给我们知道 在这段时间里面 神的荣耀 神的同作 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 但很感兴的就是 经过中间这些段落 里面很多的审判 很多的刑罚 很多的管教 以至到最后 以色列文 他们愿意全心的悔改的时候 神的荣耀 就能够再次的复临 神的国 就能够再次的复兴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书 尾段的时候 就是说到神荣耀的再临 各位 我们去代入在当时 秘鲁的子民里面 或者我们被留下了 在耶路撒冷的子民里面 可能我们都觉得很不容易 不容易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当时的生活上 会不容易 因为会变成了一个亡国路 很多的限制 很多的缺乏 另一方面不容易的就是 可能在心思里面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一个属神的民族 竟然会经历这么大的患难 竟然会经历被人打败 这些这么惨的事情 不过我们去看回头的时候 就明白 为什么神 不惜要让到这个国家亡国 令到他的殿被瘫污 都要去做这件事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这些人去悔改 回主 以至到神的国 能够真正的复兴过来 所以圣经里面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 都有讲到 他说凡管教的事 当时是不会觉得快乐 反觉得神苦 但后来他是为那经验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有时候人在罪恶里面 他看不见自己有错 甚至乎他看不见有神 有时候神都不得 不可以说用其他的方法 唯有的就是叫人停下来 用一些的环境 用一些的情况 让人反思自己的生命 让人去知道自己 所得罪神的地方是什么 以至到他产生一个真正的悔改的心 后来他归向神 这是一个真正的复兴 除了是以色列国的复兴 也是我们每个信徒 我们灵性里面的复兴 所以弟兄姊妹 不知道最近 你觉得自己的灵性是怎样 会是好像有活水的泉源在你里面 非常之有力 非常之有方向 第一好像以西结书里面 形容到一些景象 好像一些呼骨一样 毫无生命的气息 对于神的事情 对于属灵的事情 对于很多样东西 关于神的事情 关于信仰的事情 会不会是已经毫无动力 或者失去方向 盼望神透过以西结书 都成为我们的激励 最后有两个反思的问题 想留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 不知道你认为现在的你 神满不满意 神起不起穴 而另一个问题就是 在神的面前 这一刻 有什么需要悔改 以至到你的信仰 你的灵性 能够得上复兴呢 愿圣灵亲自引导我们 对于神的灵性